我们做的这一套机器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竖前设计的功能 是把每一个病人从站立位到座位 乃至于到蹲下 它的脊柱和骨盆会产生什么样的运动 把竖前的设计动态化 同时结合每一个病人的 它的骨盆自己的外形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 机器人它可以在三维的空间里头 控制角度 控制平移 控制垂直的距离 第一例就是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就是打破了国外的公司对这样技术的垄断 第二个就是在全球范围内 我们在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的这个手术的这个领域里头 用我们的方式回答了到底让机器人做什么的问题 我认为会普及的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我们中国的人工髋关节的置换术的例数已经每年到了30万例 而且每年以10%到15%的速度在增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YK